汪汪同学爱帮忙 汪汪同学正开心地坐着野生动物园车去往某处 今天我要开着帅气的野生动物园车去参观动物 这里会住着谁呢 眼睛周围是黑色的动物会是谁呢 啊 是熊猫 熊猫主要吃竹子 黑色的眼睛和耳朵是它的特征 熊猫和熊相似 但是不会像熊一样冬眠哦 不过它们倒是很喜欢睡着午觉打肚的 我吃的特别多 要和我比比看吗 我在吃这一方面也是很有信心的 看谁吃的多 比赛开始 真好吃 看起来好好吃啊 这些都能吃完 当然了 我一天能吃三十公斤 我认输 肚子好饱啊 这里又住着谁呢 长鼻子的动物会是谁呢 啊 是大象 大象是体积非常大的动物 它的鼻子和人的手一样很有用 很高兴见到你 哇 大象的牙齿中有很长的象牙 需要用来攻击敌人或者挖着食物 哇 大象看起来实在是太强壮了 这次又会是什么动物呢 脖子超长的动物会是什么呢 啊 是长颈鹿 哈哈 长颈鹿很爱吃树叶 长颈鹿脖子很适合吃高树上的叶子了 身上有斑点 头上有小脚 哇 居然能在第二排看演出 哦 表演开始了吗 一点都看不到前面啊 长颈鹿的脖子可真长啊 哦 这次又会是什么动物呢 身上有斑纹的动物会是什么呢 啊 是斑马 斑马长得很像马和鱼子 现在的区别就是 全身都是黑白相见的斑纹 再加上它们喜欢成群结底的生活 而且性格不貌 所以比鱼子不同 我们很难顺服它们干活 敌人一出现就会有后脚抹后 但是我有一个疑问 斑马的肤色究竟是什么颜色呢 是白色的皮肤上长了黑色的条纹 还是黑色的皮肤上长了白色的条纹呢 斑马来到了理发店 哦 我的新发型很帅吧 原来是黑色的皮肤上长了白色的条纹啊 你说什么 啊 说你真帅呢 汪汪同学 今天的野生动物园探险怎么样 太有趣了 我下次还想来玩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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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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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